大家好,我是夏安 春天就要多吃新菜 这个做法保证你没有吃过 鲜香味美,香甜软糯 越吃越好吃 做法特别的简单 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强硬的这种方法 我们先来准备两块肉 我用的是梅花肉 这种梅花肉的口感比较好 肥瘦相间 大约是七分瘦的 三分肥的 这样的肉口感最来不油腻 又香越好吃 放在水中浸泡一会儿 这样可以更快的更好的去除血水 我们的肉最来不那么的鲜 口感更好 肉泡好 再来洗一洗 泡过的肉来看一下 几乎是没有血水 这样能够去除很多的腥味 肉的鲜味来源 都在于血水的 所以这个肉要提前把血水处理干净 我们先把肉皮去除 肉皮我们留着炖菜吃 炖好之后特别的软糯又香 再把肉改刀 先切成片 再切成粗条 最后改刀 切成小丁 再来剁一剁 剁成肉馅 剁了20分钟 肉馅剁好了 中途的时候我加上一点葱姜 葱姜加好 可以更好的去味增鲜 肉吃起来比较嫩 很香的 肉馅也是一样 带一点颗粒感 不能太细腻 不好吃 放入盘中备用 我们来准备几根芹菜 春天这个季节 刮果蔬菜很多 特别是芹菜这种的蔬菜 汁水又丰富 而且是绿色的蔬菜 我们要多吃一些 很多朋友们爱吃芹菜凉拌 花生米 或者是芹菜炒肉吃 那种吃法故意都吃腻了吧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做法 很多朋友们都没有吃过 味道鲜美 营养丰富 口感又好 下酒又下饭 大人还都比较爱吃 我们把芹菜摘一摘 尽量选择芹菜是比较嫩的 这样嫩的口感更加的脆爽 又好吃 并且熟的也比较快 如果很老的 那样的会影响口感 发梗并不好吃 枯萎的 发黄的叶子都不要 这些叶子我们摘下来 可以不用丢掉的 有着煲汤喝 或者是凉拌着菜叶吃 也是味道极其的鲜美 我们把芹菜洗一洗 芹菜这个根茎 会淌很多的泥沙 像这样每一根都要来回的搓一搓 这样写的芹菜是比较干净的 来回的搓 搓洗好 再用流动的清水 再来洗一洗 像这样来回的洗的芹菜 我们吃这个比较放心 很干净 我们把芹菜 切成小段 越小越好 再来剁一剁 把芹菜剁碎 芹菜剁碎 芹菜剁好了 看一下 带一点颗粒感 不需要太细腻 这样更好吃 嚼起来有一点颗粒的感觉 放入盘中备用 肉馅调味 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来点味精 13香增加口感 来点生抽 少许的老抽上色 再加入蚝油 顺着一个方向 一直搅拌 搅拌至肉馅上进 调味也是很简单的 这样调味来的口罐 特别的香 又鲜美又好吃 一直搅动搅动 搅拌均匀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每天都会分享 不同的精彩视频的大更新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你动动发起来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深厉害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搅拌至像这样 特别的粘稠就可以 接着 加入我们切好的芹菜碎 再用筷子 朝一个方向 搅拌均匀 朝一个方向 不停的搅动搅动 搅动均匀 接着准备一张豆皮 这个豆皮是头疼的豆皮 又薄又细嫩 口感很香 我们把准备好的馅料 搅到豆皮上面 轻轻的 我们按压平整 切料薄一些 不要太厚 太厚也不好吃 用一个瓜勺 慢慢的 它们均匀 越薄越好 煮的更快 更香 接着从一头 我们卷起来 卷紧实 让成品更好看 更有食欲 放到蒸屉中 摆放整齐 水开机时 大约蒸30分钟 把肉馅蒸熟 准备几颗大蒜 先拍扁 再剁一剁 剁成蒜末 更能激发出蒜香味 放入小碗中 再准备几颗小米辣 再准备几颗小米辣 切成小圈 放入小碗中 我们调味儿 来一点盐 辣椒面一勺 豆皮卷芹菜做好了 味道特别的鲜美 真的是很好吃 搭配的辣椒有趣 咬一口咸香味美 越吃越香 下酒下饭 特别的开胃 春天这个季节 就要多吃瓜果蔬菜 这样做好的芹菜 保证你爱吃的 做法又简单 营养非常的丰富 喜欢的家人朋友们 收藏起来试作一下吧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专心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